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其实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拍这一个影片呢? 就是如标题所言,十年,我想要用十年去拯救一百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宝宝 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个动作? 其实,想了很久过后呢,我还是决定拍这个影片来跟大家交代一下 首先,从宏观数据来讲,马来西亚的卫生部呢 它的报告就是显示,每一千名新生儿会有八个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 大概是百分之零点八 然后,这个是从宏观数据来看,有这一个需要性 就是让我去做这个动作 当然这个是次要,最主要还是小弟本人就是那幸运的百分之零点八 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一个先天性心脏病 因为缺氧,很明显的,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宝宝呢 是通常都会有这一个症状 然后,九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被推进手术房做第一次的手术 就是在背后切一刀 那时候呢,主要是要扩大那个血管 因为它太幼小了 那九个月,开完手术过后 大家可能就以为应该雨过天晴了,对不对? 也没有 九个月大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诊断到心有口 只不过那时候,由于年龄,体重,还有这个金钱的关系呢 就是没有办法马上去动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两岁半的那一次手术呢,其实是有跟社会大众去筹款的 这里呢,也感谢这个社会大众对于小弟的这个支持 可能有一些观众曾经也是有捐钱过给我 这个也很难说 不管如何啦,非常感谢社会大众对于我的这一个支持 没有你们的话,或许可能小弟今天就不能够坐在这里拍视频了 两岁半做完手术过后呢 医生有让我们每一年回去检查 每一年都要回IJN 我的手术是在IJN做的 就是大家熟知老马经常进的那个医院 Institute Jandongarra 它是一个私立医院来的 现在已经是一个私立医院 当年是半证补办私人的 OK,那两岁半过后每一年就要检查 医生也是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肯定会有第三次手术的 只是要判断那个情况 要随着年龄、体重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呢 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要做第三次 两岁半的那个手术是心有孔 这也是最多先天性心脏病小孩会遇到的问题 心有孔 两岁半过后每一年都检查 直到十岁的时候呢 医生就告诉我们 OK,是时候了 就是要动第三次的手术 第三次的手术不是心有孔 心有孔两岁半就解决了 第三次的那个手术是因为 那个血管通往心脏的那一个过程当中 要冲血上心脏嘛 所以中间有一个门 那个血要进去心脏的时候呢 它是会打开 血一旦进入了心脏过后 它要关掉 因为要避免那个血倒流 如果血液倒流的话 它有可能会不够血 然后不够这一个氧气 进而导致有可能会让这个心脏肿大缺氧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的 所以十岁的时候呢 医生就告诉我们 OK,是时候要准备进行第三次了 那我第三次的手术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做的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候是一月十四号 然后这也是我唯一的这一个意识 OK,就是有动手术的这个意识 因为前面两次第一次九个月 第二次两岁半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嘛 所以做完这个手术过后呢 医生也是有讲 OK,这一个人造的心房要换掉嘛 就是换掉原本旧的那个不能用了 然后换掉一个新的人造的牛皮心房 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寿命的 它的寿命一般上是十年左右 所以十年过后呢 是有可能要再一次的换掉这一个心房的 那这一个医生的话呢 就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面 OK,十年,十年 那每一年都要做这一个复诊 所以从十二岁做手术 到现在小弟已经二十八岁了 大家算一下 是不是已经超过十年了 对,没有错 十六年 十六年的时间里面 医生就告诉我 你很幸运啊 每一次都能够不需要开刀 每一次复诊呢 他就告诉我 虽然他有一点点磨损 有一点点的这个损坏 但是他还可以用 还可以用 那么我们就不用开刀 那进而呢 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复诊呢 就让我有越来越大的这一个 所谓的理想也好 或者是想要为这个社会 做回一点贡献也罢 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上天还是挺眷顾我的 平均十年 有一些人可能第二年 第五年就要换 那我第十六年的都还能够继续用 那相信呢 就是一定是有一些东西 是上天需要我去做的 不然为什么特别眷顾我 对不对 所以在种种的这一个因素之下 小弟就决定 以前社会大众帮助过我 现在呢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 很大笔的财富啦 小弟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可能相对手头比较宽裕一点 T20 但是你想要我捐一个十万去救一个小baby 其实也是很难的 没有太多人能够做到 可是随着我做这个YouTube 能够慢慢的去积累一些观众和粉丝 然后这个影响力也慢慢的在扩大 现在每个月有大概五六十万的这个观众会看我的这一个频道的视频 那么在我这个年龄 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捐很大笔钱回馈这个社会 回馈这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可是影响力其实也是我认为可以拿来发挥的一件事情 就我之前有抨击过主流媒体 现在呢 主流媒体都像一些画边新闻 或者是一些黄色小报 那我不断的反问我自己 我抨击主流媒体的时候 讲他们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太大的这个价值 与此同时 我自己又能够做什么呢 想了很久 那就不如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然后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要做这一件事情 我认为由我来去做这一件事情呢 它的意义性是有在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非常了解整个心脏病小孩的这一个体验 跟动手术的过程 还有复健的过程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我很了解到底要如何帮助小朋友 还有父母 尤其是那些贫困家庭的父母 从政府医院申请到 去到IJN这家私立医院来动手术 那为什么要去私立医院动手术 不要在政府医院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迷失的 就是很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宝宝 他是不能够等的 他的等待时间是有限的 换言之就是一旦你被诊断出 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 而且是严重的话 那么这个生命的倒数计时期 其实就在开跑 那公立医院也就是政府医院 往往他的排期是很长的 大家要知道 像我刚刚讲的 每1000个宝宝就有8个 0.8个百分比 会是先天性心脏病 马来西亚每一年的新生额 是大概11万左右 换言之 百分之0.8 就是有千多个宝宝 是有先天性心脏病 你想一下 如果政府医院要去处理 千多个宝宝的话 你平均每一天至少要做三个手术 你才能够完成 对不对 还不算其他的这个病患 有这个中年人老年人 加起来 肯定是数量很庞大 因此他需要排期 而很多时候是等不了的 因此大多数的情况下 如果是紧急的 政府都会推荐他们去IJM做手术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做手术的 最主要还是金钱的 这一个因素的关系 你动一个心脏手术 少则三五万 多则十多万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马来西亚的这个中位数收入 又不是很高 你要一个家庭 拿出三五万来动这个手术 其实是有困难的 因此当我了解 到底要怎样申请这个福利部 当我也非常清楚 要怎样一步一步的去到IJM 然后要怎样调整好那个心态 那我觉得由我来去做这一件事情 他不只能够在这一个经济上 他可能能够帮助到这一个家长 能够帮助到这个宝宝去拯救他的生命 同时也因为我 一个先天性心脏病出身的这个小孩 能够活到28岁 而且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相信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的这个出现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能够给予 给予家长一个很大的这个安慰 还有信心 因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栗子摆在他面前 就是只要你不放弃希望 那么你的小孩也可以像我这样能够茁壮快乐的成长 那当然听到这里呢肯定会有一部分的黑粉就讲 小便讲了这么久 原来是要帮助宝宝重款 看起来呢又要假用这个慈善之名来敛财 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有这样子的机会来抨击我的 那小弟目前在做的事情 是在跟IJN的慈善基金 叫做IJN Foundation去接洽 那希望能够通过跟他们的合作 如果以后真的有需要的这个宝宝跟家庭需要捐款 那么你们是不需要通过我的银行户口的 我不会让你们金钱去我的银行户口 因为有很多麻烦 首先报税的问题 第二可能会引起争议 甚至有人会污蔑我私吞钱财 那么多所最麻烦的事情我不要碰 所以呢交给IJN本身的这一个慈善机构 IJN Foundation来做 我觉得是最恰当的 把这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 通过我的这一个影响力来最快速的传达给社会大众 让社会大众如果有善行人士 又有闲钱能够救这个宝宝一命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就是一个可以让我回馈社会的其中一种方式 那当然小弟现在只能够通过影响力来帮助这些人 有朝一日 如果我真的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这个手头也相当的宽裕 那我当然也会用自己的钱去捐 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现在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这一个慈善机构呢 他会假借这个慈善的名义来敛财 我是不要有这一个争议的 因此直接通过IJN Foundation对我来讲呢 是最稳妥最妥善的 我是希望就是应该讲我的想法就是 曾经社会大众有帮助过我 那么为什么是10年100个 因为像刚刚我讲的每一年都有千多个宝宝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我的这个资源跟我的这个力量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每天就是到处去找这个千多个宝宝 然后来分析到底谁比较可以 然后帮助一千多个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我也有我自己的本业 所以10年帮助100个 那么换言之一年大概是10个 每个月大概是1个左右 那这个还是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 就是我可以抽出时间去了解 到底哪一个宝宝更需要帮助 因为我们肯定是要救最急的那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是10年100个 那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一件事情呢 传达给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在马来西亚 种族因素 这种所谓的种族冲突 其实就只是正棍在那里炒作的 对于我来讲 我绝对不会分辐射去帮助这个宝宝 我就是看谁比较急 然后谁更需要 我们就帮谁 当然也是通过我有限的力量 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传达给这个社会一个相对正面 相对正能量的一个消息或者是信息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其实坦白讲 整个氛围是有一种 我们讲阿克的这一个恐怖力也好 或者说我们讲现在很多人可能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氛围 其实是感觉有点失望的 那在这个失望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 然后稍微积极 稍微阳光 有正能量的事情呢 那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做的这一个事情是 可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那最后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支持小弟去做这一个东西的话 那不妨在评论区底下有一个链接 上面有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你可以填写一下 放心 你的资料绝对会被我保管的很好的 我绝对不会去泄露你的资料 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资料 只是你的名字还有电话号码 那如果我们真的开启这一个抽款 那我可以第一时间先发给这一些上行人士 有意愿想要捐款的上行人士呢 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先天性心脏病的包包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